親愛弟兄姊妹 主內平安 為你們為洛杉磯國二鎮信會這個屬靈的大家庭感謝主 因為在這樣的日子裡 從教木同工以及一些人的口中 聽到大家用各樣的方式來彼此聯繫 看到眾人怎樣用愛心來互相照顧扶持 讓我深深地受感動 心裏得著很大的鼓舞 今天我們沒有任何從以前的經驗可以去遵從 去學校的一些做法 我們所做的 在這場瘟疫當中 都是真真實實地反映出我們在基督裏面的為人 神要藉著這樣的日子去塑造你和我 讓教會讓我們每一個人更完全地可以為主而活 為神所用 作為你們的牧師 想要用一些時間 跟大家來分享最近 所遇到的挑戰 和在疫情當中 我們怎樣去尋求 從神而來的智慧 和引導 首先在這個時刻 要為教會的明天 將來 作出妥善的計劃 是一件充滿很多困難的事情 我們原先以為教會實體崇拜的暫停 是幾個星期的事情而已 我們作出一些臨時的應對措施 但當COVID-19 確診的個案和死亡人數 似乎是緩和 但卻沒有抗低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暫停 將會變成幾個月的事情 討告會 主要學 家庭小組 和團體等聚會 都紛紛換到線上來舉行 然而今天 疫情再度的嚴峻 各樣的數據不單止沒有受到控制 和減少 而是急劇的在加增當中 洛杉基聯合的校區 和教會附近的幾個校區 他們都宣佈秋季的年度 所有的中小學 都會用線上舉行 或者是用線上 舉行的方式來開課 我們必須接受 一個事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夠確定 明天 將會是 如何 第二在我們周圍有太多 各種各樣 甚至互相矛盾的資訊 COVID-19新冠病毒 不就是另一種流感而易 政府頒布這麼多針對教會 聚會的禁制 目的就不是要來打壓 宗教的團體 和另一類的 宗教逼迫 當我們仍然在思考 過濾這些資訊的同時 我們卻清楚的看到 確診和死亡的數據 所代表的是 人 我們知道有很多人 因為感染了病毒 而死亡 我們也知道有人 是病危 現在傳遇 每天我們會繼續收到 很多有關治療 病毒的藥物方法 以及疫苗研發的消息 很多會幫助我們 更加了解這個病毒 以及如何去防禦 新冠病毒 大流行 是一個事實 我們要相信政府正在在盡他們的責任 去防範這個病毒的擴散 而且是保護 每一位的市民 我們每天會收到很多各式各樣的資訊 有些甚至是 非常滑稽的消息 聽說是日本為了要防止這個病毒的傳播 在好像Magic Mountain的遊樂場所 他們禁止乘客 在坐雲宵 過山車的時候 去高叫 尖叫 病毒 仍然在不斷的擴散 慢慢 不能掉以輕心 在屬齡方面 疫情的延續 的的確確帶給我們很大的挑戰 如果只是幾個星期或者一兩個月的適應 我們是可以應付的 但是時間延長到幾個月 甚至更長的話 真是會使人 身心疲累 直到今天為止 大太書第六章第九節 他說 我們行善 不可喪治 若不灰心 到了時候 就要修成 然後在羅馬書12章12節 說 在指望中要起落 在患難中要忍耐 討告 要狠辭 在這個艱難的日子裏面 因著無法與親人朋友相聚 失去了工作 經濟受到打擊 我們很容易會放棄 但是我們必須給此提醒 要堅持 美國 疾病感染控制中心CDC的主任 他說 病毒是可以控制的 只要我們都一同 戴上口罩 同心的抗疫 二十世紀的英國文學家和護教學家 盧益師C.S. Lewis說 神藉著歡笑 對人語語 藉著良知 跟人 來交談 藉著痛苦苦難 向人呼喚 痛苦苦難是神的揚聲器 用來換醒 以罪發尋的世人 每一天 一方面看到不斷攀升的確診數字 以及死亡人數 而另一方面又看到男女老幼 到餐廳 去海灘 去歡樂 去玩玩耍 各式各樣的群體聚集 我們心裏面不禁會問 這是真正的自由嗎 神 藉著這個瘟疫 如此響亮的一個揚聲器 對世人說話 呼喊 為何仍然有這麼多人 充以不聞呢 世人 什麼時候 才願意回轉 歸向神呢 什麼時候 才願意在神面前 自卑 討告 尋求神的面 轉來我們的惡行 好叫神 神會從天上來垂聽 赦免我們的罪 醫治我們的地呢 親我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繼續同心的為美國 為全世界 討告 守望 祈求神 施恩 憐憫 為失去家人的人 討告 求主安慰 為那些被病毒感染的人 特別是很多現在的年輕人 受感染的 不單止為他們的醫治 討告 更為他們在身體軟弱 在病痛當中 可以回轉 歸向認識神 來討告 為那些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討告 當他們繼續盡忠 職守 照顧每一位受病毒感染的 病人的時候 求主特別的 來保護 眷顧他們 心裏實在非常思念大家 請小心的保護自己和你的家人 留在家裏面 不要隨便的外出 請做子女的 好好地 照顧你們年紀老賣的父母 好嗎 年長的兄姊妹請你不要隨便的外出 請記得 報紙 雜誌 這些都不是必需品來的 唯有身體健康 不被這個病毒感染 才是最重要的 要注意個人衛生 外出的話 必定要戴上口罩 為洛杉磯國以浸信會的教目同工和很多的領袖來討告 我們會即時 將重啟教會聚會 活動方案的最新的資訊 向大家匯報 如果疫情繼續上升 又或者確診和死亡的人數 沒有減低 又或者是政府沒有發出 這個明確的指令 教會 亦無法 為參加聚會的人 提供一個安全 沒有病毒的聚會場所 的話 教會是非常之願意 與 弟兄姊妹們 一起 內心的 在神面前 來到 等候 我們知道在線上的崇拜聚會 還有很多需要改善 可以調整的地方 在計劃重啟教會聚會的同時 在各樣的限制當中 我們必須要積極地 開啟 網絡的福音事工和培訓事工 歡迎弟兄姊妹為我們提供意見 我們需要你的參與 英國傳道人威革窩斯他說 吳尋常的信心 是從吳尋常的爭戰而來的 吳尋常的見證 是從吳尋常的試練而來的 而吳尋常的勝利 只可以從吳尋常的磨練而來的 求主賜給我們堅強的信心 能夠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在黑暗 在艱難的時候作明燈為主來發光 讓我們都懷著一個戰經的心 向萬民來繼續努力全揚基督耶穌的福音 因為只有這個福音 才能夠帶給世人真正的平安 和盼望 最後 願慈平安的主 隨時隨時 親自給你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